第一位是梁繼昌,三分鐘 主席,其實37A很清清楚楚吳文華前秘書長和馬耀添先生說了 你們是無權去draw the line 我們在閉門會議跟你說了 你亦都應該給我們的同事一個window 一個空間足夠的時間 入我們的37A 這個當然是 我想你們主持會議是要平衡 你主持會議的效率等等 但是當然 這個亦都是我們一班泛民的同事 和你們已經是 退讓了 就說你給一個空間 給回一天兩天的時間 我們入37A 那入了之後呢 你就照平常的一個規則程序 去逐條去審議 這個是必須要做的,主席 這個程序 而今次你這樣處理37A 並不能代表一個37A的案例 這個是特殊事件 我一定要記錄在案 今次怎樣處理都好 這個並不代表一個37A的案例 因為很清楚顯示 是無法有一個這樣的權力 這個為何會這樣呢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37A那個inherently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但是並不表示你可以 無根無據 無法無天地 就可以說 啊 我給你們30分鐘 你們寫了37A出來 跟著呢 我就make a decision 我的決定呢 就是最後的決定 這個是無根無據 也都沒有案例呢 可以支持到這個決定的主席 這個決定並非秘書處或者法律顧問 可以代你去決定到的主席 主席啊 我想順便提一提呢 就是31A 議事規則 在財務委員會 你要make a decision his decision on the point of order shall be final 你好似呢 大部分時間都是依賴法律顧問 和秘書處給你的意見 跟著你說我贊同意見 其實你要給一個決定的時候呢 你必須根據31A 是給你的理據出來 為什麼你覺得法律顧問 或者秘書處給你的意見 是值得參考 好 下位胡志